上百人间隔好距离 一列一列整齐有序 观察时间到 确定没问题的带队离场 下一队伍紧接着补上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呢 是台北花博针宴馆 现场满满的人 都是要来打疫苗的 全台医疗院所 还有大型接种站 都加强量能 要来充高疫苗的覆盖率 而现在根据最新的统计 还有三成的民众 还没有打第一剂的疫苗 虽然说呢 打疫苗不能够 百分之百保证你不会染疫 但是呢 却可以大大降低 重症的几率 如果是无症状或是轻症 基本上就是 以观察发展为主 高比例的人 会在这阶段就能获得改善 但若是中度病患 有胸闷 咳嗽 呼吸喘 等不适症状 X光也有明显能够看出肺炎 而呼吸没有缺氧 就会是以单足抗体来进行治疗 以防止病情恶化 再不幸加重成重症 病人体内的血氧浓度小于94% 呼吸出现困难 甚至呼吸衰竭 甚至出现败血症的休克 就必须送进加护病房 呼吸的照顾 它有很多的步骤要去做 包括呼吸器 氧气的供应 呼吸器的使用 然后重症的照顾等等 它都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花费 那尤其现在要用一些新的药物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现在所有的药物都是非常新的 尤其是针对这个疾病 重症应对一旦启动 不止烧体力 还是烧钱的开始 启动抗病毒和抗发炎的药物 除了采用高流量氧气设备给氧 同时包含了锐德西韦 是一天注射一次 连续五天 花费落在三到四万元 加上低剂量的类固醇 以及细胞激素 只要给一个剂量 价格就要三到四万元 同样不便宜 每日的平均医疗费用约为1.7万 只要两三天的时间 可能就是一般工薪阶级 一个月的薪水 我全身的防护那一套 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费用在里面 然后这时候 我还要面临到说 我要去挑战这么一个恐怖的一个疾病 那目前来讲 唯一的补偿的方法 就是以费用补偿进去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隐形的一个花费在那个地方 不是那么轻松就可以 就可以说 好吧 就是结果就是这么便宜 我需要越便宜越好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尤其在初期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自5月11号到10月18号 公布的本土和境外确诊 共15137人 依照WHO的严重度分类 台湾大约有18.1%的危重症 等于有2740人 是要进加护病房治疗的等级 至少住一日加护病房的话 乘以1.7万元 基本花费就是4658万 全民建设是大家一起付一大笔钱 然后负担掉大家的风险 那在新冠的疫情上应对也是这样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得到的是台湾接近清零 然后我们可以相对于别的国家 我们这个社区的经济 可以几乎是正常 疫情还在全球烧 依然看已经要迈入2021年底 城市中一句11月2号不会降级 坚定的肯定口气 更透露台湾没有放松的本钱 从个人到全民 做好防疫就是上上策 地区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